凤九多次坏了大皇子的事 大皇子起了疑心 让身边人去查探凤九的底细 宋玄仁还在想着落水的凤九 夸赞凤九胜得如仙人 竟化不出自己的梦中人 陈玉元君和四命担心凤九 来到凡间想要带走凤九 凤九表示自己要帮帝君找到有缘人 弥补之前的过错 陈玉和四命也没有办法 只好让凤九继续留在凡间 凤九告诉他们自己见到了鸡痕 两人回到天宫查询 确认楚婉就是鸡痕 陈玉来看望凤九 让凤九保护好自己 并告诉凤九鸡痕就是楚婉 凤九觉得鸡痕像失忆了 两人商定用短刀图试探楚婉 陈玉为了拿到短刀图 答应和三殿下约会赏花一次 宋玄仁一直为找到落水女子 有些失落 吩咐叶将军不必再查下去了 楚婉为宋玄仁送来莲子根 宋玄仁冷眼相待 客套问候了几句 楚婉借机在宋玄仁的书房 查找了一番 却未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凤九为叶将军制成木芙蓉花糕 听叶将军说楚婉也在 便开心地拿着短刀图去找宋玄仁 楚婉看到短刀图后没有反应 凤九确认楚婉已经失忆 却不知道他接近帝君的真实意图 楚婉走后 宋玄仁吩咐 以后不许嫔妃进入自己的书房 叶将军拿到木芙蓉花糕 回忆起关于凤九的点点滴滴 竟然发现自己对凤九这位小兄弟 有了别样的感觉 宋玄仁因为凤九送来的短刀图很开心 为敬畏君赐言 敬畏君的兄弟们都很感谢凤九 王军身边的老臣看凤九如此厉害 怕凤九对王军不利 叶将军替凤九做担保 宋玄仁也替凤九说话 大皇子派人查探凤九却没有任何线索 怀疑有其他势力在和他们作对 凤九查询周梦熙却没有消息 只有冷宫未查过 宋玄仁半夜含凤九到冷宫寻人 两人都未寻到自己要找的人 第二天 叶清提告诉凤九 周梦熙已经去世 凤九很伤心 认为是自己害了周梦熙 便去周梦熙埋葬之处祭拜 私命突然出来 告诉凤九 周梦熙已死 帝君的命部已经改变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凤九成为帝君的情节 让宋玄仁爱而不得 凤九不忍心 私命让凤九认命 凤九和宋玄仁会经历什么样的劫难呢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诊上书 速看吧 速看吧